清楚的講 一個字一個字的講 都審還評他的程序 很完整 今天是 我們上任80天 來給各位做 起初報告的起初報告 就是那麼清楚 已經說了一天就不能等 所以我們今天全員坐在這裡 這個是團隊的承諾 所以呢 今天各位的意見 我們都清楚的寫了 停車來講 法定是兩千 夠不夠用 應該不夠用 可是各位 好的規則 這個好是好壞的好 好的規則 我再講一次 好壞的好 不是那個好 好的規則 給心存善戀的人使用 結果就是好的 好壞的好 為什麼停車獎勵 被廢止了 各位知道嗎 因為 因為市 不是很願意把獎勵 做為公眾使用的人 壞了 那個好規定 停車的事情 市府團隊怎麼會不知道 今天不是做期末報告的期末報告 停車的事情會面對 但是我今天不講數字 就像剛才有人問我們 捷運的進度 各位 我住台北耶 我覺得我很佩服台北人耶 中校東路的捷運站 花了多少年做的 那個忍耐度 叫全世界第一名 捷運局有沒有那個進度 有答案 但我建議不要講 因為 那個還叫表面的承諾 下次再來會講 會不會修正 會修正 就是證明我們很願意做 好 今天我不是用按計算機給各位答案的 停車的問題 我知道 捷運的進度 我知道 因為我是台北市民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所以清楚的說 各位的憂慮就是我們的憂慮 談到樹 以樹就污 這以污就樹 這四個字 我不會收回 因為我們是來真的 第一個事情 什麼叫做樹堡 是樹的直徑 超過一個樹字之後 那是要登列成策的 我們先報這個 這是我剛才說的 但是 如果所有的樹都要留下來 我沒承諾 因為 一個健康的開發 人等同樹一樣的重要 那我們會不會有一個移植計畫 當然會有 這個移植計畫 不是寫給課本看的 是誠實的移植 那你就告訴我說 還有一個惡劣的例子發生了 的確發生了 那就是松菸那塊地 最近報紙有一個數字 我都還記得 松菸大巨蛋 富邦文創還沒啟動之前的 那塊地的情境 我都還記得 我也從報章雜誌 讀到 樹的移植 不是很成功 但是我清楚的 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我來自業界 我知道事情做好 有方法 事情不做好 也有方法 所以我說我們先保 列在保護手冊上的樹 未來的移植會不會 絕對會 但是要不要做好 一定會 我們會編號 我們會跟各位說 我要移了一二三四 他移去哪裡 移樹的計畫都要交代 如果我們在這裡做好 以後台北人都知道怎麼移樹 樹有沒有需要移 全世界每個城市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台北過去做得好不好 其實不太好 未來我們要不要做好 要所以給我們時間 我先這樣回應